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好多朋友粉丝说挺喜欢听我讲这个娱乐圈这件事 谢谢大家捧场,因为我确实是北京人 然后好多娱乐明星也确实是长期在北京 然后各大演技公司、演出团体也在北京 知道的稍微多一点,以前也在这个圈里待过一段时间 最近我还有粉丝啊,让我讲讲这个郭德纲 他们这个德文社当年就是说跟曹云金也好 跟那个何韵伟还有李晶他们为什么就是离开德文社 就是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呢是2000年整那会儿 我从这个南边就是北京南城搬到那个天桥那边住去了 那会儿我住在军里 就是现在呢有医院的马路正对面 然后那个 那会儿呢我就是当保安 当保安,然后那个 有些时候呢就是 等于我那会儿那个班呢是白夜休休 四天一个轮 就是第一天白班 然后第二天上一夜班 第三天第四天休息 然后从第五天开始在白夜休休 这么长轮着 我下了夜班之后呢那会儿我十八九 不到二十岁 就是夜班就是熬一宿夜的事 那会儿真熬得度 下了夜班也不用不觉 就就稍微跟床躺一会儿到中午 附近找个 因为那会儿在天桥那边 那边离牛街也不太远 有很多那个回民馆嘛 吃点那个炒面片啊 泡着面啊 这些什么东西啊 吃完了 那个 然后到下午呢 就是去看会儿那个相声 那会儿那个 德恩社不叫德恩社 那会儿叫天桥乐 天桥乐 茶园 在那个北京的自然博物馆对面 那儿就是那儿 就是现在的这个 德恩社的天桥董店 那会儿叫 天桥乐 二十块钱一张票 下午两点半 听到四点半 有时候他们给延个产呢 就是 有个小翻产 他们能到五点 然后那个 我中午吃完饭呢 买点那散装 那个锅巴 然后再买点花米 然后再弄点那个 一小瓶二锅头 我们北京人管的叫小二 就去哪儿听 那会儿人不多 其实那个时候 相声啊 属于最落魄那几年 然后那会儿呢 就是 等于去那儿听起来 就是打发时间玩闹 那会儿郭德纲呢 基本上是天天去那儿演 因为那会儿他还没出名呢 就是你每天到下午去看去吧 准备他 包括那会儿那个 有谁呢 有那个 徐德亮 有那个王远波 什么呢 英宁 什么那些人 那会儿都在这个 那儿 那会儿他还不叫 德文社 叫北京享受大会 那会儿 就这么帮人带点说 说完之后呢 演员呢 跟观众呢 就还可以交流一下 其实那会儿呢 他们就是挺难的 那会儿郭德纲住哪儿呢 住青塔那边 青塔在哪儿呢 在那莲花桥 再往西边那儿 就是快到现在的 叫 凯利拉克中心那儿 就青塔那一片 那一片呢 有一片那破民房 就是租金便宜 有个大院子呀 什么的 一个月交个几百块钱房租 就跟他住一个月 就那样 然后那会儿 他就开始收徒 什么曹明津啊 何云伟啊 李京啊 什么的这些 当时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他们这些人啊 认为大家都是一块的 就是 众人食材火箭高 大家都平起平坐 那么个事 但是郭德纲 他认为呢 哎呀 我是大哥啊 我是领路人 所以呢 从一开始 对各自身份上的 这个定位呀 他就有一个 差异化 啊 就是 就是出 就这些人认为 咱们大家都是合伙人 都是创始人 这个意思 但是郭德纲认为呢 哎 我就是那老板 啊 是这么着 然后慢慢的呢 呃 郭德纲真正转折点 是他遇到 他这个媳妇王慧 啊 他王慧 这是在那个天津那 有一号啊 人家是那个 唱这大鼓的名家 而且王慧呢 社会人 啊 社会人 就是说 你们通过一些视频啊 或者什么 那你能看见 王慧这脖子 后脖梗子这 后脖梗子这 还闻着好多纹身 啊 这都是社会人 啊 这人家 也 哎 社会什么 后来呢 就是 郭德纲呢 也不知道 等着巴结上 你知道了 然后 通过他这媳妇 给他找了点门路 那会儿好像是 从北京电视台吧 那会儿开始 慢慢让他 上点节目啊 播点那个 他的向上断的呀 开始活下来的 啊 其实真正 郭德纲真正 火是靠北京电视台 火的啊 不是说 原来的安徽电视台 那会儿他是上个电视台 录节目 但是那没火起来 真正火起来 是在北京电视台 然后那会儿 收那个 曹云金啊 那会儿呢 就是咱 多了 咱也不说 就曹云金啊 何云伟啊 李晶这一块 因为李晶跟郭德纲 他们俩平辈 他们俩平辈 然后这个 曹云金和何云伟呢 等于是他徒弟啊 那会儿郭德纲呢 偏心眼啊 他向着何云伟 当然对曹云金呢 就是 抬手就打 张口就慢 啊 早上起来 天没亮 比如说是六点 起床 就是规定啊 那个 五点四十 郭德纲就一般 就去那个 这徒弟这屋了 啊 拿一个那个 那会儿冬天冷 啊 他们那个 竹青塔那边呢 还得龙火 就烧那蜂蜂煤 烧蜂蜂煤 咱们有经验的 都知道 烧蜂蜂煤 得用着一火钩子 啊 掏那个炉灰用的 那会儿呢 郭德纲五点四十 就去了那个 徒弟那屋了 就拿着火钩子 啪 就照这个 曹云金的小腿肚子 啪 一抽 当时就一 你也知道 抽完那什么 孩子在那睡呢 起来去给我 练灌口去 哎 让他练灌口 这灌口啊 是这个 相声演员 那基本功 啊 曹云金呢 妈呀 又打我 老打我 然后那个 快起来 然后呢 呼啰冷的 这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懂 那钻被窝里头 没有说一下起来的 因为什么呢 你撩这被窝 你除非家里暖气足 你像他们住那平房 还炉那蜂蜂煤呢 他没那么暖 他一撩被窝 冷 你知道吗 穿上衣服 哎 站院子里 练灌口去了 哎 小伟 他管他那个 何韵伟叫小伟 那会那个 郭德纲啊 小伟 你再多睡会儿吧 一会儿再起来 我去给你买导典去 那会儿呢 说是买导典 但是也有偏有下 小伟呢 他喜欢吃那个 肉包吧 他有个肉馅 他好吃 小伟能个肉包吧 给那个筋子呢 也等着弄个油条 啊 然后卡纳就跟那吃 练 练 练完灌口 到了下午呢 郭德纲心情要好的呢 给他们说两句 就是教他们点 不好呢 就是找几个这个社会上 这些 说相这些人嘛 哎 请家里头 然后就是聊天 神吹淡坎 打打牌什么的 就就这一天就哄我 就啊 就就这么着 然后慢慢的呢 就是哎 通过郭德纲的媳妇呢 就给拦了点活啊 什么这儿堵血呀 那儿演出啊 什么的 有了这么点知名度 啊 有了点知名度呢 其实 慢慢的就能挣上点钱了 我记得有一次是 他们有一天演出啊 挣了那么千八百块钱 当时呢 郭德纲带着这几个徒弟呢 去那个大碗居啊 就是那会儿岳云鹏啊 他没说像之前 他在大碗居那个 那什么呢 在那打杂着的 就是放玩里头小伙计 就去那大碗居了 当时呢 郭德纲呢 就是因为他之前 他也确实不容易 他老老老老老老老肚子 点了点炸酱面 弄了点那个猪头肉 弄了点松人小肚 就点了点横菜 在他眼里啊 当时呢 这个曹云金的 刚才师傅的那个 就是说吃别饭有点奢吧 就今天刚说挣了点钱 是比前几天 挣的多点 但是 这钱咱们不是得算一下花吗 对不对 当时呢 郭德纲呢 在那那个什么的 那个 他不吃炸酱面吗 大碗居卖炸酱面 他把那个炸酱面那酱 那个在那面里的 那么着 拌匀了呢 正拌酱呢 一听这个 曹云金这么一说呀 把那筷子 两根筷子 这么着攥起来 跟嘴里的 这么一作 因为他酱 他那个筷子上 就是那个 炸酱那酱啊 把那酱一作干净了 就照那个 曹云金脑袋上 这么着一打 啊 我 我还用得着你教 当时就跟曹云金这种说 一人钱 当天完啊 这叫规矩 什么叫一人钱 当天完呢 当时说相上的 他都是在天桥那一带 就是 再早一点 他就说 清末明初那会儿 天桥八代外那会儿啊 什么说相上的呀 玩砸甩的呀 变魔术的呀 练气功的呀 什么的这些啊 这些人叫艺人 艺人钱当天完 就是说 这些人挣完钱 当天全花完了 一分不胜不留到第二天去 这是他们这个 这个行当上那过去那会儿的行规啊 那个说相上的啊 说这一天挣了点钱 一上午就就说相上就说着一上午 挣了点钱 中午呢 自个儿找个小管弄点那个猪头肉啊 卷点烙饼啊 喝点那白酒啊 下午呢 拿点钱去泡个澡去 澡堂子里头 大车子热水一泡 一洗一浇 舒舒服服的 然后再喝点茶水 到了下午论中 快到晚上饭点了 买点面条 买点菜马 给老婆孩子那炸酱面 什么的 或者弄点炒饼什么的 你就说这帮人啊 自己吃烙饼卷猪头肉啊 给老婆孩子到晚上弄点这个 什么打鲁面啊 什么这玩意儿 反正他们是紧着自个儿好的钱 反正这一天就把这钱全糟进完了 这天花了之后 怎么着呢 第二天带账 这叫一人钱当天完 然后那会儿呢 何云维也在边上了 小伟来吃肉 给小伟夹了块鱼 小伟呢 就何云维来吃鱼 他偏着 其实这个偏呀 很正常 咱都甭说 这一个师傅 这底下这几个徒弟 有偏有像 咱就说一堆父母 你比如说你家里头要生三孩子 你看现在允许生三胎了 你自己亲生的几个孩子里头 还保不及有偏有像 对不对 这都很正常 但是那会儿呢 桃圆金呢 就是 就心里头这个仇恨这个种子呀 就种去了 随着这个德文社呀 慢慢的就是 开始有点名气呀 有点火了呀 演出的机会多了呀 那什么 德文社慢慢有点钱 有了钱之后呢 这个确实存在这个分配不公 当时一有的钱 郭德纲自己先买了一辆车 什么车呢 这车那会儿挺火 但是现在不多见了 叫克莱斯勒300C 有知道这车的 而且你要熟悉的话 关注过他们的话 你知道郭德纲 当时买的第一辆车是这车 那会儿呢 那个德文社的里头一些元老呢 有几个老的那个演员呢 还得坐地铁来这个 剧场演出来 郭德纲呢 就开始的克莱斯勒300C 这会儿呢 大家就开始这个不平衡了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情绪了 但是呢 就觉得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然后那个也就没说什么 就是说觉得以后 郭德纲会对他们有一个补偿的 完了呢 那会儿呢 就是 德文社除了郭德纲 余谦 知名度最高以外呢 然后其次就是李京跟何云伟 再往下呢 就是曹云金跟刘云天 那会儿呢 就是郭德纲跟余谦 他们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何云伟跟李京 他们那会儿 一般就是开始团底了 团底就是说 这一天这巷上 他们俩 李京跟何云伟 就是最后一个出场 那叫团底 给500块钱 就是一人给500块钱 然后那个 何云伟 不是 那个曹云金跟刘云天呢 也是给500块钱 那都 06年前后了 说实话给的不多 因为那会儿 他们呢 就是有一点知名度了 后来那会儿郭德纲呢 带着他们呢 去那个北京电视台 他那会儿郭德纲 跟北京电视台 关系打通了 录了一个节目 叫星夜喜乐会 可能有印象 人都知道 星夜喜乐会 然后 那个 这德云社这些演员啊 什么的 都在这个里头啊 包括郭德纲和那个于谦 他们俩主要主持 李京跟何云伟呢 也在里头 慢慢 这个 他们李京跟何云伟 他们参与录制节目 一期给他们多少钱呢 2000块钱 给2000块钱 其实呢 是比说一场相声 给500多点 但是录节目也累呀 但是也不多 后来等 慢慢的郭德纲 开始录节目 去走穴 接商演 甚至拍电影 后来慢慢 郭德纲啊 就开始换车了 换了一辆什么车呢 奥迪Q7啊 就是一个枣红色的奥迪Q7 那会儿呢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演员呢 就是坐公交车 挤地铁来 有车的呢 其实也不是说通过说相声挣钱 那时候家里父母出钱给买的啊 就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 跟郭德纲的Q7没法比啊 然后后来就是郭德纲还买了一个奔驰的那个七座的那个商务车 就就就这就开始了 就大家心里很不平衡了 后来那会儿呢 就是造成很多积怨啊 然后有一回郭德纲过生日嘛 然后这个李晶啊 何云伟啊 曹云金啊 他们就商量着说 要那什么 要分家 因为那会儿郭德纲让他们签一个合同 就是这合同要像中身制的一个卖身器似的啊 就是说你这辈子你就得跟我这干 跟德纲说干 如果你要辞职了 你就得赔我一大笔钱什么的 后来他们就不想签嘛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跟几个商量好了 在郭德纲生日的时候呢 就闹 就跟他提出来这个不干了 要退出啊 当时李晶跟何云伟的岁数稍微大一点 曹云金呢 年轻一点 这俩人呢 李晶跟何云伟呢 被地里使一团 让曹云金先去出头去 然后当时呢 曹云金呢 就当时他们俩就捧着他 就说 我跟你说这里头啊 就你机缘最深 就他对你 郭德纲对你最刺 我跟你说 我看着我都看不过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儿这话必须得你说 当时曹云金呢 也觉得是这么一事 然后呢 当时又去了 就是这那的 我坐哪啊 我跟哪坐啊 那这都什么菜呀 我吃不了 我不爱吃 我吃不饱 然后最后呢 就是在那个 因为当天 那个郭德纲办生日 那个是在 郭德纲自尔开的 那么一个餐厅里的 然后那个 有一观光项 就在观光项上说 说今天我就特会出德云社了 如果说我今天有反轨 我就是个鸡吧 就是你们从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呀 说当时曹云金说如果我反轨 我是个傻叉 其实当时的原话说我是个鸡吧 说完了之后呢 就走了 然后那个 给那个何云伟打电话 说我闹完了 说那个 看你们俩的话 何云伟听完了呢 就何云伟跟李晶当时还坐里边吃饭 就是那那天不是郭德纲生是吗 就挂了电话 就把那手机盖一扣 那会儿那个手机啊 还不是智能的 何云伟用的那个翻盖手机 咔 盖什么一扣 我知道了 完了呢 但是你们从网上啊 看到的是王晖出来 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就跟这些徒弟跪着 求这些徒弟说你们甭走 啊 那个 就是别走 不能这么难为你们师傅 但实际上王晖并没有跪下来 你见哪个大佬成天界的 给这个底下人跪下来的 当时王晖说的是你们 你们师傅不容易 你们师傅怎么带你们的 你们心里清楚 今天咱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了 愿意走的 现在他妈给我滚蛋 愿意留下的 拿起筷子的给我吃饭 这是当时王晖说 说的就是郭德纲媳妇 说的这个圆话啊 根本就没跪啊 那个跪啊 是这个网络一些携手 就是有点渲染啊 就是你知道吧 这是我说的这个是圆话 然后当时呢 那个本来呢 何远远跟李晶呢想走 但是没走 但是他第二天他们提出了辞职 当天还是把饭吃完了来走 后来呢 曹云津跟那个刘云天呢 他们俩成立了一个小剧场 叫听云轩 然后那个 李晶跟何远远呢 他们俩又单领了一个小馆 就单去说笑呢 其实这就是当时 这么一个前言后果吧 其实这里的事也挺复杂的 我也只能知道这么一心半点 就给大家分享 好吧 今天就说这么多 拜拜